大家好,我是星姐,欢迎大家回到维库充电大课堂 我们来继续上下班后写作课 上节课我们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容易被传播 那些所谓的爆款文章在内容上有什么样的特质 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一讲结构 开课现在已经快两个多月了 我每天都会在社群里面看大家发上来的很多的文章 但是我发现有的文章特别的短 等到什么程度呢 我刚开始看结束了 有的文章特别特别长 鼠标实劲大找不着底 恨不得写了两万字都成了微小说了 事实上很多人有一个误区 就觉得我的文章写的长就是好 因为我写的长表示我努力 我一努力就觉得肯定自己写的特好 但是呢事实上写的长确实是不容易 但并不表示啊你写的好 我们要注意一点啊 因为现在在电子文化特别的侵扰性特别强 所以现在大多数人注意力啊 就是一瞬间 题目决定一半的打开率 很多时候文章啊只是打开扫一眼 但是这个扫一眼就决定了你的文章 是否会被认真阅读 并且被传播开来 那么首先如果你想让一个文章 让人想看想要阅读的话 首先你这个文章啊要让人读起来了 舒服 那舒服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我觉得呀有两点 第一就是字数 第二就是图片 那么一篇文章呀 目前最受欢迎的字数呢 就是1500字到2500字之间 不要再短了 再短呀你的事都说不清楚了 也能不要再太长了 太长数不要拉不到底啊 大家真的没有那么大的耐心 那么如何控制好字数呢 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不要随便发散自己的思维 今天写A就不要写着写着就去了写B 写作过程当中啊 要时刻想着自己的主题 围绕这个中心去写 如果你做不到不发散呢 那就试一试用写提纲的方法 这一点啊我之前都讲过 但是有人说哎我写完提纲之后我就不会写了 其实啊你可能先用到另外一个误区 就是很多人写提纲啊就写了一句话 感觉就是我就总结了我今天想写的这三个自然段 但是其实你越把这个话写出来呢 你其实根本没有细化你的文章的提纲 你只是写出来一个段落的一个主旨的意思 但这个这一段话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分布自己的例子也好啊 道理也好呀 还说明文呀感叹句 你都还没有任何的感觉 只是你会觉得好像被这么一个提纲东西给束缚了 自己的思维反倒是出不来了 所以我建议你啊能够把提纲写的稍微仔细详细一点 这样呢在写提纲的过程当中呢 你能够清晰的看到你的思路和你的下一部分的内容是什么 最终写成文章的时候啊就不会跑得太远 而且呢会非常轻松 可能有的时候啊我经常给客户写题目啊 可能经常我题目就写了一节 写提纲的时候啊我可能提纲又写了1000字 那么可能在客户说哎这个提纲OK 我在网上加的时候我加到15001800字就足够了 而这些提纲里面的内容呢都是可能一件事情我缩略的写了一下 但是我知道啊这个部分我要写我要去买油条的故事 下一个部分呢我要去讲道理 在下一个部分呢我要讲另外一个故事 这样呢我就非常清楚当初我这个文章结构是怎么想的 我只要把这些小故事一个一个扩充开展开它就成了一个特别好的文章 所以这样呢反倒会让自己事半功倍 第二点呢就是图片 图文并茂 不要光有文字没有图 我们大家呀现在都不是什么大咖 所以呢全是字的会让人感觉到眼睛视觉特别的疲劳 就不想看 所以我觉得我建议大家能够插入一些图片 如果你这个文章啊 就是说这个文章是一个整体 没有办法分出一二三四五六这样的一个结构 我建议你啊你就用像小时候做这个大的这个叫什么课文去分段一样 去分几个大段 然后用不同的图片呢插进去 做成一个简单的视觉上的分割 就是在你认为能够整段分段的地方呢插入一张图 这样呢会缓解读者的视觉的疲劳 但是这个配图啊也是有讲究的 不是说随便配 我什么想什么配 还要想拿什么配 想到哪找都行 不是版权问题咱们已经说过了 咱们今天就不再说了 除了版权问题之外呢 配图呢要图片内容和文章所讲的有一定的相关性 比如说啊你写儿童类的文章 配图啊最好就有儿童这样的元素 比如说一个小朋友在画画呀 一个小朋友在奔跑呀 讲这个母爱的文章 放一个妈妈和孩子拥抱在一起 或者互相亲吻的画面 这样的一个配图的这种相关性 比如说你如果讲特别悲伤的故事 就不要配一个特别高兴的图片 如果你要讲一个特别负面的一个故事呢 你就不要去配一个 让人看起来特别捧肤大笑的一个图片 另外啊就是配图的颜色稍微亮一点 尽量呢不要用黑白 因为我们的字在电脑上显示 它本身就是黑白色 本身在视觉上就会有一种 黑白压抑的那种感觉 所以要用图片把这个感觉调亮一点点 这个时候就跟我们在做设计图 或者做美术画画是一个道理 就是这种感觉 视觉的感觉用图片来把它进行调整 而且啊图片最好啊能够高清一些 不要看很劣质 因为在网络上你只要把图片传上去 再高兴的图片它都会压缩它的清晰度 但是如果你本身传上去的东西就很不清楚的话 那么你在放到手机上的时候就完全不清楚了 因为每个人手机的大小屏幕大小是不一样的 有人是很小 有的人可能是很大 还有人拿平板电脑在看东西 所以如果你的那个图不清楚 在某些面积比较大的屏幕上 就会显示的特别的劣质 特别的low 让人觉得你特别不认真 而且如果图片里有人像 最好呢不要太暴露 因为这些东西呢都是有一定的版权的 一定要检查这些内容 最后啊我还是再强调一下我们的版权啊 我就再补充一下上杰克的内容 之前我们在讲过啊 不要随便到网上去找件图就往上啪 更不要觉得说我不知道来自哪里 就随便随便啪 还有呢就是底下还有个水印就啪上去 这些东西都是一定要注意的 我觉得如果大家实在说 哎我这图特想用 但我就不知道看它来自哪 谁画的我都不知道 可以建议你啊在百度实图这个网站 先把图片放上去查一下 通常呢你会发现这个图 可能原来是人生发过 可能你会发现 哦这个图早就已经出现了 就无数的媒体都用过了 那你可以也可以用 但如果说我一发发现 哎这个就是一个名人画的 哎这就是一个摄影师他拍的 那么就你查到了这么一个 它的原始的这么一个源头 而特别呢是有 如果有人脸的图 还有一些特别高清的 比如城市的夜景这样的高清大图 一定是某个摄影师专门拍的 那么我们就尽量的不要去用 或者说我们要找到作者来进行跟他沟通 比如说还有一些漫画啊 手绘啊这是非常明显 一定是有人画出来的 不是在电脑上画出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用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这些手绘 或者漫画的一些原作者 如果找不到的话 我们尽可能的不要去使用它 嗯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版权 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只是说你找不到 不代表人家看不见 如果说人家觉得你这个不合适 到事后来跟你讲说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会显得非常的被动 所以说这些所有权啊 肖像权啊各种各样的版权啊 在用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 还是我们之前说的我们在课程的社群 这个置顶位置已经放了一个文章 就是关于你十个免费的图库 全球免费的图库 专门放了一个文章 希望大家呢把这十个图库的地址 都收藏在自己的呃电脑的浏览器的收藏家里 然后呢你一个一个去打开 看一看那些图片 自己是不是能够经常用得上的 比如说有一些是专门讲食物的 有一些是专门做风景的 有一些专门讲人物的 有一些可能是专门讲小动物的 因为你不同的内容会配不同的文章 但有一些东西可能是特别夸张的那种图 你可能你的文章可能风格不是那样 可能你一辈子都用不上 那么这些都可以删掉 所以你要留下来那些 经常会用到的一些图片的一些网站 而它是一定是free的完全免费的 然后如果你再有兴趣 因为每次那些网站都是境外 有的时候会比较难打开 或者说你打开的时候 临时去找可能也不会找得到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没事干的时候呢 就把上那些网站去随便搜一搜 觉得遇上好的一些图片呢 就把它临时的当下来 放到桌面的一个文件夹里 比如说我的桌面就有一个文件夹 可能放了一些 就是我朋友给我的一些摄影的一些图 他们的版权 我可以随便用的 或者是我在网上平时能找到的 这些网站找到的一些 我觉得比如说夜景啊 比如说图书啊 人啊 写作呀 打字啊 这些画面可能我会经常用 我自己都会知道 我经常用的这些图片呢 我会把它放到车船家里 所以就有的时候特别着急 特别紧急 或者网站打不开的时候呢 我可以从我的文件夹里 直接去调这些图片 不需要说一定要在那个网上 当时去找 因为有的时候紧急情况 你可能没有时间去找 或者说没有足够的时间 去找一个那么合适的图 所以这一点呢 大家一定要能够 及早的做一个准备 让自己呢 能够更好地去适应和使用 这些图片的版权 我们解决了文章的字数 和图片的问题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看 一个吸引人的文章 有什么样的常规结构 我们今天讲的啊 实际是常规结构 不代表所有的结构 我们只讲最为常见 最为安全 也最容易上手的结构 是什么样的呢 第一种呢 是讲道理 很多人啊 都会喜欢写鸡汤文 或者说比较擅长 因为有可能我们这个年纪 更适合在通过不同的事情 来总结出一样的 一定的道理来进行反省 所以呢 很多人会比较喜欢写 写鸡汤文 或者写了写就变成了鸡汤文 所以说呢 这种文章啊 其实也最常见的结构啊 有两种 结构一呢 就是一件小事呢 加自己那么一段思考 然后呢 再升华到高一点的高度 我这里的思考呀 是指的是反思 不是说以止气使的 给别人讲道理 我们看迷蒙的文章啊 有一点 我觉得特别舒服的一点 是什么呢 无论他讲什么道理 都把自己的位置 放得特别低 讲孩子陪伴 先从自己 没有陪好孩子说起 讲减肥 先从自己 特别爱吃 特别变胖 来开始 想学英语的重要性 就讲自己的英语不好 闹笑话开始 一来呢 可以让很多人 有代入感 因为大部分的人呢 都不是那么完美的 在生活中呢 都或多 或者有一些欠缺 第二呢 会显得态度 非常的谦虚 让他出一种啊 咱们都一样哈 你看 其实我还不如你的那种感觉 而不是我高高在上 我给你讲道理啊 你听着啊 我今儿给你说这事啊 不是这种感觉 所以讲道理啊 其实是一个难度 很大的事情 一不小心 就会让别人觉得 你在教训人 我早年的文章啊 也会有这种感觉 现在想起来啊 觉得太傲气了 非常的不好 我再举一个 我曾经写过的文章的例子 那个文章题目叫做 我们都以为 有一天 我们成功了 就一定会幸福 这篇文章呀 是2014年写的 开始啊 是一个特别长的故事 讲的是啊 我曾经跟两个朋友 一起合租房子 租了好几年的 一些细小的故事 比如说啊 讲合租的时候啊 朋友们啊 另外两个朋友啊 在生活上非常照顾我 因为我特别忙 老出差 然后那个时候 下班还要写作 基本上每天12点 两点的时候睡觉 所以很多生活里面的小事 他们都不希望我去操心 特别是啊 在一起搭伙做饭的时候啊 他们总会根据 我的喜好来进去菜谱 比如说我经常不在家 所以我不在家的时候啊 他们就吃一些 白菜萝卜 这些比较便宜的饭菜 当我在的时候啊 他们就会根据我的爱好 去做一些 比较贵的一道菜 我特别爱吃蒜苔炒木 他们就会去做这道菜 通过这件事情啊 我特别的感动 想到了很多的事情 这是我们之前的一个小的故事 我们把这个故事放在这 那么我们后面呢 进行一定的反思 反思内容是什么呢 反思内容呢 就是说我在通过这件事情 因为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们三个已经都分开了 我们都不再合租了 而且我们三个人都已经买房 结婚 然后过上了自己单独的生活 所以这个时候 我会回顾到过去的时候 去思考曾经那些点点滴滴的那种生活 那种温暖 其实是我们现在已经分开了之后 可能再也不会回到那样的日子里 但是能够让我们觉得 想起来特别的温暖 特别的欣慰 觉得特别想再次回到一起合租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一种的反思 那么我最后的升华是哪一点呢 升华呢 我这么写了那么一段话 叫做 我们都以为有一天我们成功了 一定会幸福 有一天我有了大house 有了豪华家私和太空棉被 就再也不会了 可是无数前辈在回顾往事的目光里告诉我们 所有关于青春里的奋斗故事 都离不开艰辛的环境 捉襟见肘都窘迫 但那些回忆起来 能让你皱纹都舒展看来的人和事 才是你绵长生命里最温暖最幸福的事 这篇文章结构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故事 一个反思 一个升华 甚至于反思可能都不是特别重要 只要你这个故事加一个特别高一点的升华 而且这个故事一定要是一个特别细节的故事 不要是那种流水障眼 哗啦哗啦哗啦 讲你们一堆故事 不要是那样 是一个细节 你要知道细节见真情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道理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在描写很多事情的时候 或者在讲述一个故事的时候 用细节来表达真情 用细节来表达某一个道理 而不要去过多多去讲一些流水障的东西 而在升华当中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把它拔高 高到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一生 我们的回顾 我们的往昔 这样的一个高度来 不要去讲到特别的低 因为你既然是升华嘛 我们就把它升得高一点 结构二呢 是三段式 这一个方法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听 并且能够运用到自己实际当中 你的文章就会立刻显现出一种高大上的感觉 因为三段式啊 这是现在目前最为常见的一种结构 也是目前啊 很多人经常运用的一种结构 三段式的结构啊 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 层层递进的结构 主要结构是怎么说的呢 故事一加道理一 故事二加道理二 故事三加道理三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我曾经写过的一个爆款 叫做名校与非名校的重要差距 悄悄的影响着我们的一生 这篇文章呢 在后台有几百万的阅读 一直到上个星期 还有人在找我来开白名单 而且有很多是 一些世界500强的官方微信 来找我去开白名单 可见这个文章 它所影响的不仅仅是我的读者 或者说跟我同年龄段的一些人 甚至于影响到这篇文章 它具有一个特别强的公众性和社会性 什么叫社会性呢 就是很多人都认为 名校和非名校没有差距 名校的人认为 我们跟非名校有差距 非名校认为 有什么差距 你不就是学校比我好点 你看着谁谁谁 他也不是名校 人的平常都能成功 大家都会有这种情绪 但是到底有没有差距呢 差距在哪 仅仅是因为后面的 挣钱的金钱差距吗 不一定是 所以这篇文章 我讲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来重点 拆解一下这篇文章 来给大家讲讲 什么叫三段词 三段词首先第一点 就故事一加道理一 故事二加道理二 故事三加道理三 我们来看故事一和道理一 第一部分呢 我们来讲 名校和非名校 在学校里有什么不同呢 我来讲了一个故事一 就是说那段时间写的原文章啊 是大概是2015年 还是2016年的高考 2016年高考的时候 很多人在出城 很多人在报纸 我当时啊 收到了很多的来信 都是些高三的学生 他说啊 新姐啊 我这个高考啊 你看我吵得不好 我只能看二本 但是我记得你当年上的是二本 我就觉得我毕业的时候 肯定都跟你一样好 嗯 这个问题啊 引发了我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们所谓的说 名校和非名校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一定是有不同的 因为毕竟我们一个人 可能有人考300分 有人考400分 有人考600分 700分 那么从考分上来 首先是不同的 那么考分不同的背后 以及未来四年的背后 一定是有不同的 但这个不同到底是什么呢 是不是真的像非名校所说的 我们这些非名校的人 就只要努力 就一定要能赢过那些名校呢 那那些名校的人 在学校当中 他们所受到的大学四年的 那些洗礼和教育 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呢 就想到了自己 大三大四的时候 在北大交流读书的时候 一些所见说的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故事 也就是说 我会那个时候想到说 哎呀 我北大时候看到的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我在我们学校 已经是很努力的人了 但是呢 我在北大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举这个小例子 特别震惊 就是在清了考试之后 我会觉得每次清了考试 哎呀 好不容易考完了 赶紧放风玩去吧 但是呢 北大学生怎么样 考完是继续在图书馆里面 去研究很多东西 去看书 去写东西 因为在他们的 他们的学习里面 期末考试仅仅是一件小事 他们的目光是更远 更长的未来 他们可能要是考GRE 考GMAT 考托付 要出国留学 要申请各种各样的奖学金 要申请各种各样的机会 所以考试只是 他们的一个小事情 他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去做 所以这件事情 做完理应 就去做下一件事情 没有所谓的休息 不休息 所以这件小事 让我觉得特别震惊 到今天我都铭记在心 让我觉得 我终于明白了 我自以为很努力的 一个二本学校的学生 跟名校生的差距 到底在哪里 这种差距 不是考多少分 是一种意识的差距 然后这个小故事 给我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 就是说 我用自己亲身的这段经历 想讲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 嗯 这个道理啊 当时我正看了一本书 上写了这么一句话 一个成熟的人 他的标准 来自于他的内心 而大多数人 却受环境所左右 一个年轻人 进入一所 不那么优秀的高校 对自己的标准 会不由自主的降低 以适应这个环境 减少自身 与环境的冲突 而这种做法 对他们的人生 也许是致命的 那些考入二三流大学的学生 因为高考本身 带来的挫败感 二三流大学的学生的 身份设定 和环境的不同 不称职的老师 所引发的失望 以及同学之间 放任自流的气氛 所带动的作用 都容易让他们 在这样一个 低标准的环境下 自觉的满意的 度过每一天 其实就是很多 非名校和名校的 根本差距 重点学校来讲 或者名校 他们的感觉是什么呢 别人都比我强 老师都特别好 然后大家老师都逼的不行 然后一下一开阅 第一天开一堆书单 你不看别人都哪儿看 就是那种整体的气氛 是往前奔 但是可能二十三种 学校的学生呢 是什么样的气氛呢 每天就谈恋爱 出去玩 吃喝玩乐 矿课 讨课 睡觉 这种环境下 环境对一个人的人生 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 当你在这种环境当中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我能去上场自习 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我能一天背二百个单词 就已经很优秀了 你看我同学都那样的 你看我现在这样的 我觉得我自己 相当不错 但是如果把你放到 一个名校当中的话 你这个东西 可能是非常普通 甚至于还算 比较落后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 我们有的时候来说 非名校名校的差距 并不是说考分够不够 或者是老师够不够好 而是说 我们对自身的要求 以及在不同环境下的 自我感觉 所带来的自我的压力 是完全不同的 这是第一个 不实想的道理 我们就上升到第二部分 我们现在先讲了 名校非名校 在学习当中 有什么不同 学校当中有什么不同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讲 在工作当中 有什么不同呢 那么我们再来讲了 一个第二个 故事 我就觉得说 现在呀 很多名企都说 我们就不招 那个非名校的学生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 我以前听到这句话 我也觉得特别不服气 就是名校也有不努力的 非名校也有特别努力的 为什么就要一棒子打死呢 为什么就不能 给他们一个机会呢 给非名校一个机会呢 但进入社会很久了 我才明白 其实名校所需要的 不是多么高的 GPA的成绩 或者说一个 一个名校的一个抬头 或者说是一个背景 它更需要的是 这个名校 所带来的一种 内在精神状态 我们不得不承认 在这个当地 那个社会当中 名校的成功几率 会更大一些 它不是绝对的 它是几率性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作为一些 年薪百万的人 大多是来自于名校的 就像有一个文章 叫做 年薪百万的年轻人 都是怎么样生活的 它描述了一个 这些人的生活状态 怎么说的呢 在做 那些年薪百万的年轻人 他们拿着高薪 却依然选择 为了工作 拼命到深夜 他们的状态很不一样 每天都为自己 让世界变好一点点 而感到振奋 非常积极 他们的辛苦 不叫辛苦 也不是为了百万年薪 辛苦是他们获得 自我实现的途径 自我实现 使他们无穷快乐 这世界就是一拨人 在昼夜不停的高速运转 另外一拨人 起床时候 发现世界变了 那么非名校毕业 找个工作正月薪的 我们大部分是什么样呢 我们再对比一下 大部分的 我们就是什么样呢 上班时候稍微努力一点 觉得 哎呀 看别人 不努力 混入的过 都比我好 开始整个这个公平 自己稍微不得知 就开始抱怨领导和工作 下班后 看了几页书 觉得自己太努力了 我这么上进 恨不得发朋友圈 全人都知道自己多努力 稍微辛苦上班 那么几天 觉得自己 哎呦太累了 我可得放松一下我自己 加几天班啊 就觉得自己 担心自己妈呀 我可过劳死可咋办呢 遇到一些鸡毛算品的小事 就觉得特别郁郁寡欢 仿佛人生 就得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默默唧唧解决不清楚 看见牛逼的人啊 心生羡慕 但是呢 也特别羡慕嫉妒恨 但内心呢 想成为那样 又成功不了 所以你看 那些 我不能说这些人 一定是名校出来 但是你看那个状态 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一眼 一目了然 就是这种状态 这是工作当中的状态 是什么样的 通过对比呢 我们得出结论二 名校呢 不一定百分之百牛逼 非名校呢 也有很多出类拔碎的英才 但就大范围来讲 一个人呢 受环境的影响会非常大 那本书里面 还说这么一句话 叫做一个二三流 学校的学生 如果能够勇敢的 用名校的学生 中党乃是高党的水平 来要求自己 才是恰当的做法 他也一定会从中受益 所以呢 大多数二三流学校的学生啊 只是有了一个积极的状态 积极的心 很多人会说 虽然我考到二本学校 平时买我那个文通学努力 我一定努力 我要比那个 百家清华的学生还好 但是行动起来 差了八万里 如果你想要 不差这八万里 你必须以名校学生的中党 或者高党水平 来要求自己 而不是以你的 那个学校的水平 来要求自己 第三部分呢 我们再次讲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 我们就升华到 从学校到职场 再到整个人生 总监名校里的 那些成功的人 和非名校的成功里面的人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我们就把前面两个部分 融合到一起 我们不再讲名校非名校 而是我们再讲 这些学校里面 出来那些成功的人 他们的共同特质是什么 故事三 就是我前几天回老家 我姐问我说 你觉得北京跟二三线城市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我说其实北京 不用跟二三线城市比 因为北京自己 都有不同层次的人群 我总结就是几个字 越能干 越努力 越有钱 越上进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来找我聊天 就是长头的水梅老师 他当时还怀着双胞胎 因为他有一个老大 老二是双胞胎 他当时还有几天就要生了 怀着双胞胎 然后他已经财务自由很多年了 怀孕前又开了两家公司 一共有三家公司 还要创建了一个什么女性 女性的什么平台 然后经常神采医的 跟很多白父母在一起拍照啊 什么的 然后他现在呢 就是有三个孩子 三家公司 然后自己还特别特别努力 然后很多人就问 你都认识什么人 我周围都没有这样的人 其实啊都是普通人 就是那些已经财务自由 有钱的能干的普通人 什么也不是什么 特别有名的名校毕业 他去海外留学回来的 在国内呢 也不是清华北大的毕业子 但是呢 你会发现 可能这些名校 名校成功里的人 和非名校成功的人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我们故事三 要升华的一个道理 就叫做 一个人的成功从哪里来呢 一半是来自于 进入社会之后 对自身的要求和改变 另一半呢 来自于从小到大养成的思维习惯 和生活习惯 前者改变的几率啊 非常大 因为你可以改变自身 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我们在社会上看到的 很多大学一般 但是进入社会 有很优秀的青年呢 都来自于其 通过不断的自我革新和历练 重塑一个进入社会后 全新的自己 而另一部分人呢 他们出自名校的氛围 一直都以非常高的标准 来要求自己 而他们自己也生活在 这样的圈子和层次当中 同学同事都是这样的人 你会发现在领导人 在民体当中 他们都手把手一样的 成批存在 所以呢 我们很难去苛刻 而明确的去讲 名校和非名校 到底带来的什么差距 是毕业之后水平差异呢 还是生活水平的不同呢 其实都不是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呢 从思维方式 和做事态度上来讲 名校所带给人的是 自律 积极 进取 勇敢 这种可以影响人一生的品质 甚至是几代人 金钱呢 可能很难去传承很多代 但是精神可以永远的流传下去 即使是那些非名校 但是依然在社会上 取得不凡成就的人来讲呢 他们也依然同样拥有 这样的精神和气质 这些通过自我变革和付出 巨大努力之后 重塑起来的优秀者 他们和那些出身名校的优秀者 一起活跃在人生的舞台上 创造自己的荣光 至此呢 我们这个故事全部 文章全部结束 讲到这儿 你可能会觉得 我新年讲太快了 你可以自己再导过去再看 甚至于这个文章 你可以 我们放了二维码 你可以刷进去 自己去再读一遍 读两遍 读三遍 去分析这个文章的结构 因为这个文章是 大概是几百万 后来我们又再看 可能应该也上千万的 一个阅读量 你会听心的看到 这个故事的脉络和结构 其实是非常严谨的 我们并不否认什么 但是我们更加重要的 在讲什么 所以说 我们通过一层一层 一层的递进 通过故事道理 故事道理 故事道理 这样的一个方法 把故事和道理 都层层递进 最终升华到最高的高度 来总结全文 第二个结构 就是讲故事 在讲故事这方面呢 我特别喜欢看的一个故事 叫做 有一些号啊 可能有好报啊 还有之前有几个人 推荐一些小号 都是在讲小故事的 我觉得特别有情怀 那个特别是好报 因为她的号主 是一个传统媒体的媒体人 所以呢 她在 她的这些文章 她经常我去她里面 讲这个 一些女性的故事 还有讲一个 电影里面外婆的故事 特别的感人 看完她的文字 就像看完这部电影一样 特别的感人 所以她呢 是一个在人人都追求爆款技巧的同时呢 沉下心来去写好每一个小故事的一个人 让人读完心旷神移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传统媒体人特别好的品质 其实故事啊 并不难写 主要是挖掘故事的来龙去脉 从前到后把一件事说清楚 最好呢 杀手锏是什么 图文并茂 因为故事通常会比较长 起乘转合也比较多 所以一定要用足够的图片 把这故事呢 画面感 视觉化 历历在目 这样内容也更加感人 讲故事的文章特别多 我就不一个一个去跟大家来说 但是有一点我要强调的就是 讲故事一定要站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 不要带有个人偏颇的个人情绪在其中 讲故事的宗旨是什么呢 说出别人都不知道的故事 剩下的让众人来评说 任何人的人生和选择的故事 都没有绝对的好坏 只有同和不同之分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不要去批判任何人 因为每个人都在当下的环境里 做出了自己最为艰难的选择 你不在那个位置上 你理解不了这其中的背景和心理状态 所以不要去评判别人 只是客观的去诉说 尊重主人公的选择和人生态度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总的来说 任何一个好文章 在结构上都有四个特点 第一 有共鸣 有共性 选择一个好的内容 无论是故事 还是升华的道理 都要能够引发制造情感共鸣的最高点 共鸣点 可以拉近你和读者之间的关联 比如说 我前几天在社群里面 看一个同学写自己的妈妈 讲了很多自己妈妈的一些不好的小事 那么对读者来讲 这是无法引起过敏的 因为只是一些私人的小事情和私人的小情感 因此呢 并没有些人想读 你跟妈妈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 或者你妈妈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因为你的通篇也非常负面 而且去拉挂了很多不相干的事情 所以呢 可能并没有人想读 可能你会说 有一些那个生活里面的 就是一些大作家 他们也都写些个人小事了 但是你仔细看啊 他们无论是写家人 写自己 还是写孩子 哪怕写出门 买菜多给了一毛钱 所描述的内容 一定是大家共有的生活 这样呢 才能够让读者有代入感 读起来啊 熟悉有趣 有共鸣 而且对于大家来讲啊 人们也非常喜欢看一些名人的私人故事 这跟我们自己的私人故事 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专一 全文围绕一个中心来说 不要动一下 吸一下 想哪 写哪 我们来说社群里面一个文章 就是讲自己学习的故事 一会儿讲老师上课讲的不好 一会儿讲自己学习来老走神 写来写去呢 我都不太知道 他到底要想写什么 就会看到这个人的思路 可能就是确实是特别的混乱 总是在不断的逃 自己的中心思想 第三点就是拔膏 无论故事呢 还是道理 我们都要在原来的基础上的 隐身和拔膏 这一点我们强到了很多很多遍 这首文章 有质感和有质量的关键 不要单纯的去讲一个 你的故事 哪怕是一句话总结 一句点睛之笔 你都是要有的 学着去往膏总结 如果不会往膏总结 那就是 那我教你一个方法 就是从你的私人小事 往膏想 想想人生 想想一辈子 想想三五十年 这些想想所有的人 想想这个东西 再到共性 就是这样的方法 来自己练习自己的拔膏 不要试图让读者去猜 你这个平凡的故事 背后有哪一些深意 没有人猜得了的 而且读者没有时间去猜 就是你要把它写得非常清楚 第四点就是高潮 文章有高潮 才能让人看得过瘾 看得爽 平时 就是平平的文章呢 其实并不是不好 但是呢 如果呢 一个高潮来结尾的话 势必呢 是一个文章 最为亮眼的部分 也能把文章 带入一个新的高度 其实我之前写文章 就是大概三四年之前的文章 很多的一些小读者 来跟我讲 说新年我其实现在 写文章就是模仿 你的那个文章的结构 其实当时我不知道 我的文章有什么结构 因为我只是按照 我惯常的一些想法 和思维方式去写 但是我有一天 回过头来去看的时候 我就问他们 我说我是文章 我有什么特点 我自己都不知道 然后他们就跟我讲 你的文章大概是什么样子 就比如说 是一个故事 然后去升华 一个故事再要去升华 然后这个升华里面 也有高潮 有金句 他们就给我总结出来 我的文章是什么样的结构 那个时候啊 我才第一次知道 原来的文章的结构 我是一时浅一时 里面是在遵循一种结构 只是我自己可能 没有太意识到 这种方法论的东西 我意识不到 所以说你要知道 就是说在自己的文章 结尾的时候 不要单纯的 去叙述一件事情 而是要把这个文章 写的有高度 往高走 去讲一两个金句 那么第五个和第六个呢 其实呢 是在我们四个特点之外呢 可以说是去补充 两个小点 但这两个小点呢 不能叫做特点 只是说两个注意的点 第一个呢 就是故事里呢 要有矛盾和冲突 一个故事好不好呀 你一定要看 有没有足够的 起承转合 就像我们平时看电影 看电视剧 总会在某个关键点 咔嚓 完了 这集完了 我们得播下一集 然后就特别揪心 哎呀 下集什么回事啊 这明天怎么还没到啊 这这剧怎么一天 直言两集啊 那个节目预告有没有啊 有没有播出来 你特别着急 就是因为那个 起承转合的点 让你特别揪着心 写故事呢 也是一个道理的 如果说看了前面 就已经知道结尾了 那就记得不是一个好故事 第二点就是 不要冗长 不要啰嗦 不要车骨骆挂 来回说 不要去讲些 私人的小感情 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前面都渗透过 都讲过 这里呢 再一次重复一下 这个就是来强调一下 我们大家 呃 在平时写东西的时候呢 是呃 要注意到这些小的点 这些小的点 看起来很简单 很简单 但是真正的 用到实习当中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 自己经常就又忘掉了 其实文章结构呀 还有很多种 但是就像我们刚才 开头所说的 我们今天所讲的呢 就是最基础的方法和要点 在我们掌握了 最基础的方法之后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 进步水平 来参考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 以及一些各种各样的 题材内容结构的作品 进一步的灵活运用 用更加复杂的结构 来让自己的文章 更加多样化 今天的作业呢 非常简单 不需要新写 但是需要呢 把过去的文章拿出来看一看 在结构上呢 是否能够更加精进一步呢 有哪些问题 还是是否能够更加改进一下呢 学习呀 不再多 写的呀 也不再多 在于精 写作呢 不在于说 一定要写多少万字 而是要把每一个用法琢磨透 上写作课呢 也不是为了说 我要掌握多少的干货 多少的技巧 而终于把每一个自己认为我能够实践的适合我的技巧 都真正的用在自己的文章里面 把基础打好 将来无论写什么都能够有刃有余 好了 今天的课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再见 期待我们每一个人的更多好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